我肯定知道 那个他也是很辛苦吧 然后我 我拿了是不是不对啊 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怎么叫不对呢 上一届也是我拿 这一届也是我拿 所以说我就 拿了之后没有特别开心 那你怎么安慰他呢 你抱他的时候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很棒 你也很棒 你也很棒 对他还这样说我 拍项目的冠军后 一度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 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在全红场看来 陈玉希也是很辛苦的 上一届东京奥运会是自己拿的 这一届巴黎奥运会也是自己拿的 所以没有特别开心 值得一提的是